在國防部大門狂放鞭炮 將近50位退役軍人包圍國防部 要馮世寬踹共 退役軍人們猛嗆國防部長 就怕馮世寬聽不見 聽不懂 還特別請季公來主持公道 希望季公師父能勸部長趕快出面 退役軍人再拿出五隻小狗布偶焚香祭拜 比喻先前虐殺小白事件 馮世寬還親自道歉 但面對退役軍人權益受損 卻不聞不問 递出六公尺長用毛筆寫成的陳抗書 多方專業學者的研討 我們才可以知道我們的法案到底要怎麼修 這起抗議活動成員先在忠烈慈集合 擊敗過先賢先烈 在步行出發前往國防部 沿途經過海軍空軍司令部 都向營區內的弟兄喊話 警方不敢大意出動兩百四十名警力 隨時在旁戒備 國防部資源規劃司司長 陳正祺代表接收 但退役軍人非要部長出面 雙方一度僵持不下 請他帶回去給我們的部長 大鵬部長不在家 軍方接過陳情書 承諾會轉達 才稍稍撫平退役軍人的怒火 反年改活動從立法院八百壯士 串聯到國防部 全力捍衛年金權益 記者正人中周視頻 SNG小組台北報導